今天是市政跟主協跟台帽合作 來辦這個幼兒足球的錦標賽 那這五人制的足球其實也可以在B1來舉行 但是因為這個台帽公園 這個台帽公園是捐贈的市政府 那是我當市長以後跟台帽商量 把它轉型成為一個共榮市公園 有時候我們可以來這邊玩這個老少協議 那後來我們看一下在戶外也很好 所以決定在戶外舉行 那我們就是我們現在連續蓋了四個足球場 青少年足球在桃園湖非常的恭喜 我跟各位家長報告以前說讀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 踢足球的孩子一定會變壞 那足球需要討論你 來 謝謝